6月18日,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连同饮食界立法会议员张宇仁 以及多位饮食业界代表会见传媒 陈茂波表示,从7月15日起,香港饮食业界将推出史无前例大优惠 数以千计的餐厅将在晚上60后推出7折优惠 8月则会推出8折优惠 他希望市民留港消费,保障就业 陈茂波谈到,日前,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于7月开始 向香港永久性居民每人派发1万港元现金 香港特区政府立法会议员近日和多间餐厅进行推广 多间餐厅愿意加入饮食业界大优惠活动中,推出晚吃优惠 这项措施也是为了刺激香港的社会消费 他也透露,香港零售界和旅游业也都将会推出优惠 陈茂波希望市民开心消费 各位,今次现金派发计划的规模就大概700亿元左右 根据我们2020年首季的数字 第一季我们平均每个月的消费那方面 零售消费那方面大概是270多亿元 餐饮业就70多亿元 所以如果这700亿元里面大家都一起留港消费 支持我们的经济的话 我相信一定可以对我们的经济有一些推动和刺激的作用 张宇仁是饮食业界大优惠活动的主要牵头人 他表示,宪政筹集饮食业界参与优惠的名单将于7月8日公布 欢迎小店加入 他指出,餐厅不一定是提供全单七折优惠 推出特定的七折优惠套餐也可以 他们也正与商场的业主洽谈 希望推动旗下餐厅参与 张宇仁表示,因疫情原因,现实入境香港仍有诸多限制 外地游客很少,香港餐饮服务业失业率高达14.8% 他相信,如果疫情和暴力事件缓和 餐饮业生意未来几个月将会有恢复 失业情况也会下降 也因为保就业基金来,我相信失业率会持续下降 我有理由相信到8月,我们见到单位数字的失业率 就会持续稳定 当然,在8月开始,即我们的10月,酒席开始又会好 亦都是我们旺季的开始,10月11、12、12 我一定觉得失业率会持续下降